电器长时间不使用的时候 都说要拔掉插头这样比较省电 但是你知道吗 电器如果长时间不使用 又拔掉插头的时候 反而会让这个电器 它的寿命缩短 甚至有损坏的可能 但是不用紧张 这支影片就是要告诉你 要怎么做 才能够让电器不会受到损伤 或是缩短了它的寿命 哈喽大家好我是Hulk 电器长时间不用拔掉插头 反而会使得电器容易损坏 是什么原因呢 那其实这种原因很多 但是比较常见的会有四种 现在电器里面大多都会有电路板 那电路板里面有一个电子元件 叫做电解电容 那电解电容这种元件 如果长时间不使用的时候 它的化学活性 还有耐压会降低 甚至是失效 当然电器也就变得不能用了 再来就是电路板上所累积的灰尘 因为湿度高的关系 这个灰尘会吸收水分 而形成了短路的现象 另外像是马达这类的电器用品 它里面的润滑油有干掉 或是它有生锈的情况 以及电器里面有电池这一类的产品 好了 那这里所说的长时间 到底是指多长的时间呢 不同的电器有不同的存放时间 那我们也不要弄得太复杂 我们就把它设定成一年 当做是长时间 接下来我们就从不同结构的电器产品来说明 像是电视机 冷气机 除湿机 或是机上盒 这些都是内部具有电子电路的电器 简单的来说 就是具有遥控功能 或是能够显示数字符号文字的这一类的电器产品 这类的电器产品如果拔插头要长时间存放的话 那最好每三到六个月再重新把它插上电源 然后开机运转 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这样就可以使电器不至于缩短的寿命 或是损坏 像是电风扇 电暖炉 吹风机 吸尘器 这一类具有马达 或是会发热的电器 而且它的开关是属于机械式的开关 大多就是属于电机类的电器用品 这里说明一下机械式的开关 机械式的开关就是按下去的时候会有卡一声 而且那个手感距离会比较长 那可以去看一下我这支影片 它里面对于机械式开关有比较详细的说明 电机类的电器用品 可以每半年到一年左右插上电源 让它重新再运转个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左右 那这样的话也可以让润滑油不至于完全的干固 也可以减少生锈的情况 电池如果长时间不使用的话 偷偷过内部的电路慢慢的放电 那一旦这个电压太低的时候 那它就会伤害到电池 像是无线吸尘器 电动起子 食物调理机 或是电钻 这一类的电器如果长时间不使用的话 最好一到两个月充电一次 并且开机运转个几分钟 不过有一样东西要特别注意 就是Switch游戏主机 游戏主机最好每七天到两个礼拜就去充电一次 因为这个游戏主机它的电池放电放得很快 最后电信用品如果是放在海边或是高湿度的地方 或是零下这种低温的地方的时候 那最好每一次重新插上电源运转的时间格要缩短 因为在这种地方 它的电子零件或是电池或是电机的元件 在长时间存放的时候 它更容易损坏 好了 这次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觉得这次的分享对你有所关注的话 请不妨帮我按个赞点订阅 谢谢